延续大圣国教的世界观 桃园大西香光山寺 也希望能够成为众生的修行道场 三十年前 香光泥僧团从嘉义逐旗的阿里山脚下起步 以身杰教育为核心培育生财 民国九十一年来到桃园大西 原成办学的心愿 从民国九十一年开始 我们香光泥僧团有感于佛法的教育 希望推展到北部 因为我们生团是以文化教育为主 吴师傅一直很期许说 希望透过大自然的一个教育 可以让现代人的身心可以得到一个安顿 所以我们从九十一年开始 就在落脚在桃园大西香光山这里 这一个地方真的是好山好水 好风景好的人情味 大家每个人来到这里 都觉得大自然好像在说佛法 而且无言的说法 一切都是自然的 这些合乎我们说佛法 众生都有佛性 众生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的环境底下 也能开启我们的决心 而且开启我们的平稳的心 借着跟大自然的对话 其实我们的身心也可以安稳 所以从九十一年开始 香光山这里就办了一系列的禅修活动 乃至于目前这边也有一个法尔山社即将完成 那希望提供大家禅修的一个场地 所以从建设到现在十多年了 那希望保持这里最原始的一个风貌 随顺天地自然的节奏 尊重花草树木 山林生态 依寻佛陀古朴的教诲 大西香光山寺 生化生团多年来对佛教教育与文化的耕耘 法界新闻记者赖基荣台北采访报导